在西汉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了五虫说 这个古人把动物分成五类都称之为虫 比如羽虫带羽毛的 羽虫 比如鳞虫那就是带鳞的 那比如鱼呀蛇呀这都带鳞的 毛虫就是老虎这一类的 因为身上是长毛的 再有就是甲虫 甲壳的带壳的 再有就是裸虫 什么是裸虫 我们得讲讲 就身上眉毛的光溜溜的 什么都不是的 那基本就是我们人类 既然知道了毛虫呢 就是披着毛发的兽类 那么作为兽中之王 那显然就是大虫了嘛 毛虫里最厉害的 我想了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当然就是老虎了 《水浒传》中 这个还有一个大虫 这个大虫前面灌一个字叫母大虫 母大虫顾的嫂 顾的嫂是什么 眉粗眼大 胖面肥腰 插一头异样的拆环 路两臂十星的这个串镯 镯是在这儿 串是在这儿 带着一身的这种金属首饰 你想这样一位这个彪悍的奇女子 她确实有着老虎一般的魄力 但是我们也没考证 我也不知道这母老虎这词 是不是就打这儿来的啊 就是打水浒这儿来的 五代两宋时期啊 以大虫为称号的能人还很多 比如五代十国的名将李琼啊 北宋的名将姚内斌等等 他都称之为大虫 在更早一点的唐代啊 唐太祖叫李虎啊 所以那个 帝他这个虎字呢 就改为大虫 老虎还有很多称谓啊 比如这个乌图啊 乌图呢 是最早是楚国的一个地名 就是今天湖北的云梦县啊 北宋黄庆坚啊 有句诗句叫王侯文采 似乌图 鸿生人间汉血居啊 我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读过鲁迅先生的诗啊 鲁迅先生说 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实看小乌图 我们过去看这个乌图 这个乌字还是那个反写的鱼字 还容易念错啊 图呢 就是一个草子 都是一个兔啊 这个兔呢 这不认识就念一半 这能蒙对 再比如老虎呢 还有一种称谓叫浮猛啊 这个很容易理解浮是浅浮 猛呢 就是凶猛 苏氏就写过 临身浮猛在 暗改浅真仪啊 说的这个浮猛就是老虎 那当然老虎的别称呢 里头有一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叫斑哥 身上有斑纹啊 斑哥啊 比如叫大猫啊 今天大家都知道 把这个 因为老虎跟猫走起来 则非常的相像 所以叫大猫 比如银将军 银将军就比较文了 我们今年是仁银年 就这银将军 白鹅猴 猴是赋予他一个官职啊 等等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老虎在科学上就叫虎 科学上没有老这个字 没有这个情感字 我们一般中国人一说老虎 往往指的都是东北虎 其实东北虎呢 是我们 长久形成的一个俗称 就是因为它地处东北地区嘛 它在科学上不叫东北虎 它科学上呢 它的学名叫西伯利亚虎 西伯利亚虎呢 现在 尽管我们好像生活中老听到 它说这个东北虎 东北虎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宾威物种 那虎中也有最宾威级的 是什么呢 是虎中的大熊猫 那就是我们国家的野生华南虎 华南虎有个响亮的名字 它就叫中国虎 它就只有中国这个领地 有出了中国就没有 历史上也叫过厦门虎 华南虎是中国的 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世界十大宾威动物之首 极度宾威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袭击人 这种在老虎的食谱里叫一食屁 它不该吃你这东西 那什么条件开始让食人虎增加呢 就是环境的压力 一个老虎只要它吃人 十个老虎里有九个都是因为伤残 要不然就是年老 换言之 就是当老虎没法再靠自己的能力去捕食自然猎物的时候 才会转换开始食人 因为人你别看咱有那么多故事 从武松打虎到杨子龙打虎 但实际上你在自然空间中 你人碰见了老虎 你是没有能力跟它搏斗的 我有一个身份已经多年了 我是野生救援的工艺大使 最著名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我们也深知保护动物的责任之重 保护动物的难度之难 野生老虎在栖息地被破坏 现在大量的不法分子为了谋取暴力进行偷猎 所有的这种偷猎都是使我们的野生老虎在野外生存的巨大障碍 有人说有那么难吗 我看东北那虎原里全是老虎 把它放置就不得了吗 你还真就不行 因为人工饲养的老虎 只要你放在野外 那就是一个死 因为它没有捕获猎物的一个能力 老虎的野化训练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把一只小老虎 就是人工饲养的小老虎生下来 如果你做野化训练 你人带着它是很难野化的 必须它妈带着它 但它妈又是你豢养的一个老虎 没有捕获能力 天天吃的是你切好的的肉 那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野生老虎 你依靠人类豢养去放生 几乎这条路目前是不可能的 也许未来有方法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那句话 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我们不要因为你喜欢什么虎皮 你觉得虎骨能够怎么样了 你才去买卖 你要买卖就等于你间接地杀害了这些野生动物 中国人对老虎的感情呢 是非常复杂的 它是又爱又怕 那先说我们为什么爱老虎呢 因为老虎的动作敏捷呀 身形和斑纹都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老说虎斑猫啊 虎蚊猫 你看我们官府猫中的花肥肥 我们现在的花肥肥 这都属于虎蚊猫 这种猫身上的花纹呢跟老虎非常相似 因为老虎我们生活中不常见嘛 除了你看视频啦 你偶尔上动园去看看 但是猫是常见的 尤其我们这种中华田园猫啊 这个这种虎斑纹的 猫科动物啊 习性其实都差不多啊 你不管是我们的猫还是老虎啊 走的都是猫部啊 喜欢独往独来 过去有一种说法 我小时候就知道说猫是老虎的师父啊 最后这个留了一手啊 把自个的本事都交给了老虎 但是上树这一手没交给它 所以老虎不会上树 我一直坚定的认为老虎就是不会上树啊 其实我后来看到一些视频 这老虎急了眼的时候也能窜两下子啊 能上到树的半截高啊 但是它绝对没有像豹子那样 可以在树和树之间来回 这个窜来回这个行走如飞 那么我们如果在野外啊 碰见老虎啊 当然我们今天在野外碰见老虎的机会是很少了 最近这些年 由于注重环保啊 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很好 所以能看到一些视频 我看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人驾车 离老虎只有五米远 所以你在野外碰见老虎 你上树式别想这事了啊 你没那么快的敏捷的动作 我们为什么又怕老虎呢 是因为这个老虎个大啊 它的咬合力经过科学测试呢 大概有四百五十公斤 老虎的这个长力啊 可达一点五到两吨重 那人的那脑袋啊 在它的长力下 几乎就是一颗西瓜呀 老虎奔跑的速度啊 在百米的时候啊 大概只需要四点五秒 那我们人类呢 最快的啊 也需要九秒多 它差不多是人类奔跑速度的一倍 种种条件去 去衡量老虎 老虎呢 它确实称得上百兽之王 哎 恰恰它这脑门上这斑门呢 往往有一个 很像我们汉字王 这个字的 这个文式啊 你看这个 这个手把劲 这个玉老虎中啊 这脑子上也有一个王字 由于老虎这种王者之气啊 我们有一句话常说的 叫半君如半虎 就是说君王有着老虎一样 不可琢磨的秉性 又比较凶 孔子也说过啊 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 柯正猛于虎 这些都是取自于老虎 凶猛的习性 总之我们中国人 对老虎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 过去有句老话 我小时候就听说过 叫人死如虎 虎死如羊 就说老虎死了 就不可怕了 就跟小绵羊似的 但人死了 反而跟老虎一样的可怕 一般人不敢靠近 过去啊 文学作品中 这老虎多 我们自古就是有很多 关于虎的典故 比如 变庄子刺虎的故事 那大概说的变庄子 是如何等待时期 就是等待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之后 然后再刺向那只受伤的老虎 这样一来呢 等于一刺两虎 一举两得 坐收羽翁之力 这个打虎啊 流传最广的故事 肯定是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还是没事找事 赤手空拳 酒后打的 或者三碗不过缸 喝了十八碗 然后过缸 一战成名 成为了远近文明的打虎英雄 这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中呢 就有描述 怎么打的都说的神乎其神 那么水浒中还有一个比他还牛的人 因为这个这人呢 叫黑旋风李逵 他杀虎的数量远比这个武松多 他一次就杀了四虎 这是因为他要复仇 因为老虎把他母亲吃了嘛 所以他追到虎穴 把一窝大大小小的四只老虎全给杀死了 这在这个水浒传中呢 第四十三回的描述中呢 都有精彩的描述啊 喜欢文学的人都看看 那我们的文学著作中呢 对这个虎呢 多有描写 还有一部名气非常大的 就甚至我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里最好的小说 就是它包含了我们今天文学的所有的手法和内容 那就是西游记啊 西游记中啊 这老虎出现了多少回呢 至少是五回啊 其中第一个出场的这老虎是唐僧遇到的一个妖怪啊 这因为这是老虎精啊 叫银将军啊 我们一开始说了银将军 银就是虎年嘛 是这样描写的 说他雄威身临临猛气冒堂堂啊 殿墓飞光雁 雷霆震四方啊 把他描述的就特别神奇 这位银将军听了这好友熊山军的规券呢 就没有吃唐僧 还放了白马 一共吃了两个侍从 这个而那时的这个孙悟空啊 孙大圣呢 还被压在五指山下呢 到了西游记的第十三回啊 后来唐僧在五指山下救了这个孙悟空以后呢 才遇到了这第二只老虎 这只老虎还就不是妖怪了 就是个老虎 这老虎就被孙悟空一棒的就给打死了 这虎皮呢让唐僧做成了虎皮群围在了宋悟空身上 现在你看啊 这个虎皮群啊 虎皮群不是太流行 但是那个豹皮群特别流行啊 前一年我看好像经常流行那豹文这个风格啊 我们今天看啊 这一千多年前的唐僧和宋悟空都挺时髦的着装 再后来啊 西游记中至少还有三处对虎的描写 可见这个老虎在百姓心目中的这个地位 我们中国话本身特别有意思 我们这大汉语啊 有时候会把我们身上的人的身上的某个部分跟老虎联系起来 比如啊 我说虎牙 咱这嘴里怎么能长出虎牙来 咱嘴里一定是人牙的 对不对 那么虎牙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马上看看自己 你不是每个人都有这虎牙的啊 牙齿从中间算左右各两颗 这四颗完了就是尖牙 你拿这个牙齿舔一点 或者姿着牙对镜子看一看 这个牙比较尖 这尖牙呢很有意思啊 它历史上它不叫尖牙 它历史上叫犬牙 现在这个科学上啊 把这牙都换了个名 比如我们的门牙都叫切牙 干嘛用的切东西的 比如你把这苹果咬下来 把黄瓜咬舌 这都叫切牙 那这个左三右三 上下各有这四颗牙叫尖牙 过去这四颗牙全叫犬牙 或者叫狗牙 如果长歪了 往前拱着点 这东西就叫虎牙了 这虎牙呢很有意思啊 有长得特厉害了 它得校正去 如果长得恰到好处 有时候还挺让人喜欢的 所以有人说 你看那孩子长得有那小虎牙 那让人喜欢 凡事没有一定 你也不知道您这颗牙 您这颗虎牙长在哪个地方 那么恰到好处的让人喜欢你 我们过去小时候老开玩笑 说你这狗嘴里吐不出下牙来 人说谁嘴里能吐出下牙来 人嘴里还能吐出犬牙来呢 还有吐出虎牙来 所以我们过去的很多这个民俗的话 它都有一定的道理 它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再说手 这个部位叫虎口 你看它叫虎口 它为什么不叫犬口 它不叫猪口 它叫虎口 就这个地方 中医上叫河谷 我有时候胃不舒服了 或者头疼脑热的 你使劲按这个地方 按一会儿 它就舒服了 它气血运动以后 它就舒服了 据说鼻塞也行 肚子胀什么都可以 这是一个万能的穴位 只要你不舒服了 你就可以去按按它 让它减压 我们过去说过 明朝永乐年间 有一种杯子叫鸭手杯 这鸭手杯是说它有分量感 它正合一虎口 往这儿一搁 这杯子我们给你比划一下 就这个整合一个虎口 这就不合 这杯子比虎口合着要大点 鸭手杯比这要小一点 所以拿着特别舒服 那么在中医上 我们的神医华陀还编过 五琴戏其中就有虎戏 虎戏煮肝 肝好了 眼睛就好 这是我们传统中医说的 练好了这眼睛就是吊精猛虎 你看那个经济演员 老要去练这眼神 让眼睛炯炯有神 就是我们最早带虎的文物有什么呢 有一件文物叫虎有 也叫虎石人有 这上代晚期的青冬器 目前全世界啊 仅有一对 有两个 那么相传呢 它是在民国时期啊 清末民国时期出土于湖南的安华宁乡一带 后来就流散到国外 流散到国外这两只呢 也就散开了 一个现在在欧洲 在法国 就是巴黎的这个塞努奇博物馆里 另一件呢 藏于日本京都的全屋博物馆 有我们先说有这东西啊 有是先秦的一种酒器 有的形态很多啊 但是总体上都有一个梁 有这样一个 有点像我们拎着的一个 这个带半的壶吧 它的材料呢 一般就是青铜为材质的 它显示了当时贵族的这个权势和威严 这两件有呢 在这个文士上啊 都很接近 都繁荣 造型呢 非常奇特 它骑在哪里呢 它骑在血盆大口的虎口之下呢 人的神情呢 却格外的平和 波澜不惊 好像有点心甘情愿的被吃掉的意思 所以呢 后世人就猜测研究说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说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献祭文化 把这个奴隶就献给山中的虎神的 祈求太平 也有人说呢 这跟虎识鬼的这个神话有关啊 因为老虎能驱除恶鬼嘛 取辟邪之用 那还有一种说法啊 就学者说呢 这老虎可能正在给这人 补育呢 反正各种说法都有啊 古代事是这样 能研究咱就研究 能找到答案 咱就找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呢 就各说各的 然后你愿意听谁的 你就听谁的 你愿意信谁的 就信谁的 但是总之这个图案 它代表了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 共生 这就很有意思 我们看到一个老虎 一个凶猛的老虎 和一个人平和的在一起呢 那可以说我们先前时期的 有些文化具有强烈的这种 这种共生或者说环保意识 那因为这件东西太神秘了啊 这个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定论 说它到底什么意思 我想可能永远没有定论了 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 那么文物中还有一种啊 过去这个发兵用的叫虎符 虎符的出现 主要是保证君主在传达命令时 调动部队呢 不能出差错 简单的说是密码 那么过去古代不能像现在 现在是我们通过 现在的通讯设备去下达命令啊 比如打个电话就能下达命令 那古人不知道啊 那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那怎么办呢 如果要调兵遣将怎么办 派信使去拿着虎符 第一个一半虎符在这个 带兵的将军手里 一半虎符在君王这里 君王把这个虎符拿着 给他去 说你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这就表明这个信息的真实性 据研究啊 他最早是周朝军事家江子牙发明的 全世界现在有虎符呢 有很多种啊 有铜的 有金的 还有玉的啊 据说周代的时候 还有竹片做的 那咱看不见了 你看这个符字本身就是一个竹字头 这个竹字头都不排除最初 它就是竹子的 同志的虎符呢 基本上都是秦国的啊 最著名的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 那个杜虎符 这个虎符就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大 9.5公分长 大概有不到10公分 一拳头嘛 然后高度有4点多 4.4厘米 厚度就很薄了 只不到一公分 背面有槽啊 镜上有孔 虎城战利状 它身上有错金的名文 有九行 40个字 绝大部分是小传啊 就是兵甲直伏 右载军 左载杜 凡兴士 披甲用兵 50人以上 必会军服 乃敢行之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右半伏 存于君王之处 左半伏就存在 杜帝的军事长官手里 凡是要调动军队啊 50人以上了呢 杜帝的左伏 就要与君王的右伏 合伏 才能行军令 但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那你古代的传达这个命令 它没那么快 它不是打电话 它派人去啊 那怎么办呢 只能点燃风火 不必理会君王的这右伏了 跟虎伏相关的典故也很多啊 最著名的就是 切夫就赵啊 我们在这就不再更多的讲这故事 有兴趣的 你网上搜一搜就明白了 那我们要如果喜欢现代文学的啊 也经常有这种打虎的情节啊 小时候啊 最著名的一个小说就叫临海雪原 临海雪原呢 这些年还又重拍了啊 杨子荣假扮土匪胡彪 骑着这个土匪徐大马棒的马 这个奔向这个匪朝 威虎山 结果在路上的时候就碰见了东北虎 这东北虎本来不是冲着杨子荣去的 是冲着他那匹马去的 但这马不能让虎吃了 让虎吃了我这没腿了 另外这马还是我进山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这是许大马棒的马呀 那等于失掉了这马 我的身份就说不清了 所以杨子荣就当机立断 就掏出枪了就冲着老虎开枪啊 小说描述的跟这个戏剧描述的是不一样的 戏剧的这描述的就比较简单了 就几枪就把老虎打死了 可是小说中的描述就稍微复杂一点 打虎上山啊 后来被改成了这个样板戏啊 就是智取威虎山 智取威虎山 打虎上山是在智取威虎山中的很重要的一场戏 这场戏呢 我们到今天啊 还能看到各种人的翻唱 非常好听啊 川陵海跨雪园 气冲消汗 打这儿来的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打虎的事迹 好像就不打这只老虎 在中国就成不了英雄 那你说这老虎冤不冤呢 老虎冤哪 老虎说我招谁惹谁的 你们都去当英雄 为什么非要打我呢 其实这些桥段啊 都是为了凸显英雄好汉的勇猛无畏的精神 由文学家创作的 表明我们人类有战胜猛虎的力量和决心 但古代的人是没有环保概念的 觉得打虎就是英雄 以至我小时候看书的时候 还有打虎英雄这词呢 今天不提倡啊 今天的老虎除了我们生活中有机会 可以去到虎园去观赏 剩下的就是保护动物 尽管它凶猛 要跟它共存 瓦当 瓦当就是过去盖房子 不是有瓦吗 瓦的顶头堵住的这一块叫瓦当 也可以说是瓦的最后这个挡头 这个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啊 你注意看 它这个瓦当不仅能保护着那个瓦桶 而且它还有滴水的功能 很漂亮啊 过去这个瓦当上经常写字 写阎年益寿啊 长生无极等吉祥语 但也有采用动物的 比如青龙白虎猪雀玄武 它代表四个方向嘛 东边是青龙啊 西边是白虎 南边是猪雀 后边 北边是玄武 也可以说左青龙右白虎 前猪雀后玄武都可以 中间是黄龙啊 这青龙白虎猪雀玄武 加上黄龙呢 它跟中国的五行啊 金木水火土呢 对应 我们如果去博馆啊 你注意的时候 你能看到这些 比如这个 这个瓦当啊 你注意看 你看这个青龙白虎猪雀玄武 你就记着啊 左青龙右白虎 前猪雀后玄武 你大概就知道方向了 你比如故宫的玄武门 那一定是北门 猪雀门一定是南门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方位感啊 中国在历史上方位感很强的 除了虚构出来的龙 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虎了 我们常把龙虎合在一块说 比如藏龙过虎 人中龙虎 虎啸龙吟 龙争虎斗等等等等 这些词汇一般都是褒异的 但虎跟了别的动物组成 往往多为贬义 比如豺狼虎豹 狼吞虎咽 虎甲虎威 虎头蛇尾等等 我们在生活中啊 一般不会单独说虎 而是说老虎 甚至老虎的幼崽也被称为小老虎 因为在虎面前加个老字呢 是为了表示对老虎的一个尊重 我们生活中的词汇也都是这样 比如我们说老师 比如我们说老板 老者等等 老虎 老虎 感谢观看